為了進一步將宣告簡化並集中方便之後修改 我們使用Constant、RobotMap和GamePadJoystick做集合宣告 GamePadJoystick是我們已提前為搖桿宣告 方便我們後續可以直接用我們取得代稱做引用 影片下方有此Java的檔案 之後這裡會說明我們如何分別Constant和RobotMap Constant是我們主要放置變數相關的東西 類似速度的縮放或馬達需要移動的角度及常數 因此我這邊將Constant宣告了底盤速度的縮放 並且使用StaticFinal 這樣我們就不用再次在主程式中初始化 最後在裡面宣告一個Class 將各系統的變數分別 RobotMap則是做馬達ID、實筆、轉速等等基本數據所存放的地方 這邊示範存放底盤的馬達ID 之後回到主程式 把ID和轉速等等的地方 改成我們剛剛改的Constant跟RobotMap的位置 完成變數統一管理後 會發現程式馬路通通擠在Robot.java 會造成過度的雜亂 因此我們有了新的系統 Subsystem 我們將Robot.java裡面的程式 剪貼到Subsystem裡面 首先先撰寫Class的初始化 然後宣告一個駕駛的函數 回到主程式import 之後將Subsystem統一在Robot.java裡面選稿 引用剛剛的程式後 即完成TimeRobot的撰寫 之後我們將其Deploy到機器人上進行測試 以下是測試的結果 TimeRobot雖然看起來簡單 但也有許多知名隊伍 例如FRC-254在使用 基本上使用TimeRobot的隊伍 都會自行再寫一個固定的Library 將常用的邏輯運算 及基礎設定先寫好 之後再將函式引入即可 FRC程式的重點在於 用最精簡的方式將目標完整達成 並不是在於用了多高深的技巧 因此使用何種編寫方式為隊伍的自由 下一部影片將會完整介紹Command Robots